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想跟您分享一小段读上帝话语的心得 也算是一点小小心领神会的启示与领悟 希望能借着这一小段时间 使我们更亲近上帝 也更明白我们的信仰 Amen 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就在一瞬间 我用的是诗篇九诗篇 也是摩西这位神的朋友 也是身负重任的 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 一位所谓以色列的伟人 也是一个神的仆人 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 活到一百二十岁 他在诗篇里面唯一的一篇 也就是他的祈祷文 我今天用的是他在第九节的下半讲的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跟今天所讲的就在一瞬间 相当的吻合 其实人生很多事情就在这一瞬间就发生了 好像人生也就在那一声叹息中间就过去了 有一句日语叫 意思也就是说一声叹息 一瞬之间 那个啊就好像我们的啊事情就发生了 往往那个发生的事情是一件很大的事 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利点 就在啊的一声当中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 小时候作文常常在形容光阴的时候 我们喜欢讲如白马过戏 光阴四箭 转眼白了少年头 这我们耳熟能详 也常常听到 小说也常常看见 文章也常常看见 这个 这种形容也无非就是告诉我们 人生的岁月 过得好像一声叹息一样 在这一篇诗篇里面 他也讲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 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也就是说我们敬畏他 认识他 爱惜我们的生命 能保持我们的聪明 必得好处 意思是说 箴言讲的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那么智慧的人爱惜生命 一再的说 聪明的人必得好处 所以这样子一个简单而白话的神的话语 讲出来的时候 说智慧人他爱惜生命 聪明的人他知道得好处 好处不在他以外 总在主的恩典当中 就在一瞬间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中国人讲说 人生的境界 常常有人形容说 人生的境界 无非三个境界 他说像 我们燕珠他写的谍亮话当中 他说人生的境界 不外三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就是王伟写的 他说人间词语写的 他说卓夜西风刁臂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是刘勇写的 在凤七五 凤凰七在无从上的凤七五 里面写他说 一代见宽终不悔 未一消的人憔悴 这是第二个境界 人生在追求目标的时候 哇 拼啊 打拼啊 不计一切代价 加班 熬夜 为了养家 为了自己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方向 哇 拼命的努力的做 到了第三个境界 这是心悸极限 他说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正在灯火阑山处 虽然这三句话 可顺能想 但是在人生的境界 我们去体悟 我们去体悟 常常在你悟透了一件事情 你悟透了你的人生的脚步 悟透了你人生方向的时候 最后的那句话 木然回首 那人正在灯火南山处 我们常常有时候找东西 找来找去找来 突然一发现 哎呀 居然在眼前没看见 找眼镜 找了半天找不到 原来挂到头上 找眼镜找了半天 找不到原来就戴了身上 人常常这样 人生的事情也常常是这样的际遇 也常常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么在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他也写 他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 人是在一瞬间而变老的 这话怎么说呢 他从放弃自己的那一刻开始 只有对自己不放弃的那一刻 开始才能活成不会老 这话听起来很有意思 人放弃自己的时候 就心死了 就老了 就突然的一下衰老了 力量也没有了 力量的泉源也没有了 盼望也没有了 前面的境界都没有了 望尽天涯路也没有了 这个一代见宽终不悔也没有了 憔悴 未一消的人憔悴 一切都觉得白干了 白做了 不值得 可是什么时候能木然回首 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呢 强道书三章十一节写的 神在创造的时候 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万物都按照他的心意 必有定期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凡事 事情的事 万物 事物的物 这个很重要 说什么呢 神造万物各岸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 我们的信仰不就是这样吗 最后讲到头 人要归于尘土 因为用尘土造的人 至于那个永远归到哪里去呢 上帝创造人生命的时候 给的是永远的生命 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安置在人的心里 人能不能默然回首 就见到那个灯火南山处的 永生就在你的心中呢 这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的信仰 也许我们可以 西风凋壁树的时候 上高楼 望进天涯路 也许我们可以为了目标 一带见宽 终不悔 但是我们总要回头一看 发现在我们内心深处的 神将那永远的宝贝 将那永恒的宝贝 摆在我们的心中 早就将那个放在人的 安置在人的心里 但是神创造的奥秘 人没有办法理解 只有去亲近祂 追随祂 跟从祂 认识祂 承认祂 这一切的奥秘 启示我们 让我们明白 有的时候的隐藏 启示出来 让我们明白很多的事情 就在眼前 有很多的事情 好像很有学问的追求 追求很多 却没有办法 却没有办法去理解 有这么一句话 人生过到七十以后 他在回忆的时候 他讲 他说 在长的河 在长的江河 终必要入海 在长的江河 终必要入海 河口那片三角洲 什么时候可以到达呢 要留多久才能到达呢 在长的江河 终必要入海 河水不回头 而河藏在 河水不回头 而河藏在 这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生命的源头 从神的创造出来 神的创造是永恒的 是永远的 万物的美 宇宙的万物 都在神的创造之中 还有好多的奥秘 隐藏在那个创造的美当中 我们怎么去领受 神的美意呢 除了承认祂 除了敬畏祂 除了认识祂 祂让我们看见更多的 我们的人生会更美 我们人生 会越来越长久 所谓的永远 安置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心中的盼望 我们没有害怕 我们不会认为 那个死亡是一个终止 那个死亡是一个终结 而是我们还经过 这个人世间的事情以后呢 我们还要去经历 神早就把那个永远 安置在我们的心里 好长好长 好美好美的一段路要走 因为那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如今我们所面对的 就好像在镜子中间看 物理看花 我们要心头明白的时候 我们只有祈求 我们只有祈求明白 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祂看我们如眼中的同仁 祂一直在注视我们 我们的影像一直映在祂的眼光之中 祂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 而是我们偏离了祂 我们不看祂 我们不看那关爱我们的人 怎么知道祂关爱我们呢 当我们定睛抬头仰望的时候 我们知道祂是爱我们的 很多时间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就在一瞬间 很多事情我们也知道 永远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 在祂看来千年如一日 如以锅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金 祂使人归于尘土 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归回哪里 尘土要归回哪里 灵要归于赐给祂的神 就是回到神的宝座前面 回到神的国度里面 回到神的永远的家里面 罪孽摆在神的面前 隐恶摆在祂的面光之中 祂在看 我们终究要面对一切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怕 我们不怕面对神 我们只怕不知罪 我们常常讲说要悔改必得救 悔改必得救 要先从知罪开始 知罪要认罪 认罪要悔改 悔罪要改罪 改完罪以后 才能得到神的怜悯 神的爱故 圣灵才能进来我们的当中 帮助我们 那一切的能力让我们知道 这一瞬之间我们得到了万有 我们就在神的国度当中 这个一瞬之间在人看来 是很美妙的事情 也许人生一瞬之间就过了 什么也没有得着 觉得很冤 有的人一瞬之间很开心 因为我总要回到神的国度里面 神的天家里面去 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当中 这一瞬间就像那个阿多余玛 就是阿一生人生就过了 可是我们结束的那一刻 我们是往更遥远的地方去 远在天上的天家去 那是多么有盼望 多么喜乐的事情 或是全途茫茫 一片黑暗 不是去哪里 很重要的 在神的心意当中 祂给我们的是永远安置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是永生的 跟各位亲爱的朋友 弟兄姐妹分享这一小段话语 愿这样的话语能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 造就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不觉得生命有长有短 而是有值得 有仰望 有丰盛有满足 从生而来的喜乐 我们一起祷告 此来天父向一向感恩 美好的分享 总之道 话语出于你 也必然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能必有所得 相信我们的心灵 你开窍 我们的耳朵你开通 我们的口 你洁净 让我们说话总是造就人的 让人得益处的 也愿在你的日子当中 我们总是得丰盛得满足 我们也总是知道 你在我们心中 你将永远安置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没有害怕 在你里面我们一无所惧 在你里面我们一无挂爱 我们将一切挂律 卸下在你的胎前 将一切的重担卸给你 因为你告诉我们 你愿意为我们承担一切 只要我们听你的话 忠心于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